中风三十戏念大义喜讲 尊敬的主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主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佛妻 这样殊胜的姻缘 再一次呢 再来给大家喜讲 三十戏念的大义 今天是我们好像第六天的 明天呢 是我们佛妻圆满 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个总回向 然后你星期六 礼拜天 也在这个地方举办了 这个清明节 报恩三十戏念法师 在这个法会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 各个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仅仅这些亡灵 主要的 我们也要有这个机会 将来 离开这个世界呢 我们也能够得生净土 但是关键呢 就在于我们的真诚心 因为这个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所谓的承则灵 昨天 我接到了一个 小短片 这短片里面呢 大致是这样看的 这样讲 里面呢 有一个小孩 还有一个大人 为了自己的索机啊 两命都不要了 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我们每一个人家家 都离不开这个索机 原因就是因为它方便 还有找到一个人 哪个索机 哪个电话 都能够找得到 或者要出一个门 有一些事情 我们要交代 拿着索机 索机本身呢 没有坏处的 只是 看我们怎么应用它 它现在呢 很多人把这个索机啊 当作命根子一样的看待 一天不看索机啊 好像全身都不舒服了 所以走到哪里 索机跟着到哪里 睡觉也带着 上厕所也带着 吃饭也看 开车也要看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事 好像这个索机就离开 我们的 这种习惯 像师傅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呢 居士带我出去吃饭 然后经过有一个叫做 卖iPhone的店 我看到好多人在这个店 这个店还没开门 但是啊 大排长龙 甚至有人搭这个帐篷 在那边等 第二天走过也是一样 那我就问这些人啊 我说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等待啊 这个新代的索机出来啊 所以要拼命去买 能够拿到第一 那是最好的 你看现在的人 执着到这样的程度了 像我们法师 也离不开索机啊 话说会来啊 本来就是这样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 如果我说啊 大家如果用这种的精神来念佛 一万当中啊 善导大师所讲的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道理 为什么 牵挂 你天天牵挂它 哪来不往生的道理呢 你把那个手机放在你的心上 你把这些阿弥陀佛放在你那个心上 天天放在你的心上 天天牵挂它 天天念着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怎么不来呢 怎么不现身呢 所以今天阿弥陀佛来不来 是我们感应来的 不是阿弥陀佛感的 众生有感 菩萨才会有应嘛 所以 一个人念佛 能不能成就 能不能得生净土 是训练出来的 你看那个净土圣玄露 他们这些往生西方 结德世界的秘诀 没有别的 什么秘诀呢 天天把心放在阿弥陀佛 有空去念佛 没有空 该工作的时候去工作 该睡觉的时候去睡觉 该吃饭的时候去吃饭 天天牵挂阿弥陀佛 天天念着阿弥陀佛 最后呢 三年五年成就了 所以 中风果实 在这个三十细念 为什么用细念呢 就是要提醒我们 三十 简单来讲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 在一切处一切事 你那个心有没有阿弥陀佛 这个是关键的 你有没有倾挂阿弥陀佛 如果今天你的心倾挂的 就是这个世界 倾挂的 就是你的周围的人 倾挂是你的财产 倾挂你的名位 那这个念佛就很难成就了 所以你要牵挂 所以昨天师傅看到这个短片 在想 在想 人啊 千万不能有瘀痴 你瘀痴了 你就没办法辨别了 那辨别了 没办法辨别 那将来 所造的一页 还会收果报 往哪里呢 出灯道去了 多在出生道 你想要觉悟闻到佛法 那个很难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笑这些蚂蚁 七尊佛已经过世了 但还做当蚂蚁生 什么原因 疑痴 固执 明明啊 贪图 这个身体 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身体 本来不是你的 但是你拼命地去贪图 结果呢 七尊佛已经过世 还做蚂蚁 你说一次不一次 真的很愚痴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常常劝导我们 你要把这个身体看淡 不能过于执着 执着了 麻烦就来了 这个啊 只是一个简单 给大家分享 像我们每个人 我相信 家家都有手机 所以啊 你要用这种的 把他转过来 把这个手机当做什么 当做阿弥陀佛 看待 我相信啊 每个人的念佛啊 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你不能把他当做一种 一种什么 产生的执着 这个是不好了 好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 讲一讲那个三十七年 昨天啊 已经给大家分享到了 很多人说 我们的六根 眼耳鼻舍生意 是我们在这个 说佛世纪的众生 造恶业的工具 昨天已经给大家说明 这种的观念啊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不懂佛法 真如本性 原本呢 我们的六根呢 它是很纯净纯善的 它没有坏处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种的想法 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六根 那真的我们的六根 这些眼耳鼻舍生意啊 很冤枉 真的很厌望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六根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产生的去造恶业啊 不是他们特意去造业的 不是 是因为我们不善的念头 因为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迷了 你才能够指点 指导他 去造那一些不该造的恶业 而且越造越深 越造越大 其实呢 他们原本都没有坏处的 只是你引导他 你为什么要引导他 因为你迷了嘛 你迷了呢 六根哪来不造业的道理呢 所以他们真的很厌望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念佛 你念佛不能感应 不能得力 你就动了一个念头 佛菩萨错了 你怪怪佛菩萨了 佛菩萨没有 他所讲的道理已经明确了 但是从来没有反省 我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力 为什么别人念佛能够感应 为什么我念佛不能得力 我出现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这个我们一定要反省 你不能动不动 是怪佛菩萨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造业的 所以 修 能不能修好 不在外面 是在你自己内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观察 这个道理 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背起来都能够 眼睛闭起来都能够背了 但是你能够觉悟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很小 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思想都很多 很单纯 他真的很单纯 我们几个朋友这些 小朋友 七个八个 常常都在外面玩 看到什么就玩什么 就这样的 有一天来了一个大人 大人跟我们讲 你要不要发财 你要不要有钱 我们小孩子听到 钱这个字 不仅仅是大人喜欢 小孩子也喜欢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 妈妈给我们钱 是有限的 一天一块钱 二十五块这样 一下子就没有了 突然间有一位大人说 你要不要发财 你要不要有钱 我们小孩子思想很单纯 怎么摇摇 然后大人说 在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工厂 有一些铁已经废掉了 好像没有用到 也不是很大 小小的 大家去偷 你去哪 不是偷 大家去哪 然后把它卖掉 卖掉 把那个钱 大家给分 我们小孩子 有是这样单纯 大家都去哪 拿了之后 然后去卖 卖了之后 钱 大家分了 分了回到家了 回到家的时候 隔天 这个主人 发现他的铁已经不见了 结果 报警查 听到 报警查 你说我们 这个小孩子 会害怕吗 害怕 躲在家里 哭 不敢出来 后来父母就问我们 我们才告诉我们父母 后来把我们的钱 通通去到那个卖铁的地方 把那些铁赎回来 还给那个老板 小的时候 不懂事 没有想到后果 其实呢 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六根 其实是不坏的 它很纯净 纯善的 是我们不善的念头 把它引出来的 让它去造业 让它不断地去造业 也造业深 也造业严重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清楚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说 这个六根 就是我们造恶业的工具 你要跟它讲 不是六根 在造我们的恶业 是你自己不善的念头 让你的六根 去造恶业的 你要把它改正过来 你作为一个学佛的人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给他讲清楚 不然的话 误解佛法的真是一样 这个是罪过的 比如说昨天 我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的眼根 我们的眼睛 眼睛 真空果实 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 眼睛本来 没有什么坏处的 你要用你的眼睛 中文果实讲 把它转过来 是做什么 是修德 是积善 多看那些好样子 不看那些坏样子的 你要把它转过来 就是这个道理的 你看我们后面的三尊佛像 很多佛像几乎画出来 眼睛所画的 是像谁看了 都是像自己 这个都是表发什么 多看自己的 这些的毛病 然后从这个毛病去改善 不要去看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的过失 因为这个不是佛法 所以过去 善导大师 是六祖慧能大师 不是善导 是禅宗里面 第六代祖师 就是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 讲了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虽然很短 但是内容的智慧 是有高度的智慧 六祖慧能大师怎么讲呢 若真修道人 下面是什么呢 不见世间过往 难道外面的一切万物 我们看不到吗 不能去看吗 不是的 这教我们 用我们的眼根 用我们的眼睛 要到处去看那些好样子 不要把别人的坏样子 放在你的心上 不看坏样子 如果今天我们还在 看世间的过失 看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的缺点 那么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你不是一个真正念佛的人 你不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念佛的人 真正修道的人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在一切处 一切时 都在顾自己的 顾自己什么呢 顾自己的正觉心 每一天都在照顾自己什么 自己的清净心 照顾自己的觉悟心 照顾自己的真诚心 如果真的你是一个念佛的人 自己毛病 有这么多 没有时间改过来 哪有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 管别人的毛病呢 所以昨天给大家讲过了 看清别人 下面是什么 是聪明啊 但是你能够看清自己 什么看清 就是说 我很多毛病 我要改善 我很多缺点 我要改过 我很多过失 我要忏悔 你能够这样看待自己 看清自己 你才是什么 你才是一个智者啊 了解别人是聪明 了解自己 才是一个智者 这个我们应当要修行的 如果我们掺杂了这些 大家的毛病 世间的果实 个人的这些的缺点 那么我们的心啊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你那个心 那就不沉了 你那个心 就不静了 你那个心 就开始不平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看到的是 别人的过失 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你的心上 你说 你的心能够清静吗 你的心你能够真诚吗 你的心能够平吗 由此可知啊 请问大家 世间有没有善恶 请问大家 世间有没有善恶 有啊 世间有没有好恶 有 世间人有没有喜欢尖尖计较 有啊 世间的人 一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内心 有没有嫉妒心 有啊 喜欢怕脾气 也有啊 喜欢讲别人的是非 也有 那么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应当要在这些地方 不平里面 这些污染的 是修什么 修你的平等心 修你的真诚心 修你的清净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道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人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尊敬的嘴瞳修大的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两个 为什么我们的嘴巴只有一个 为什么 你看我们眼睛两个是不是 要有两个嘴巴 一个而已啊 这告诉你什么 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学习啊 好的多看 不好的 不要看太多 好的话要多宣讲 不好的话不要讲 就是这个道理嘛 你为什么我们的耳朵两个 疲孔两个 为什么 拼拼 我们的口才有一个 从这个地方里面 你可以去觉悟 去感悟 其实 你能够懂得佛法 在一切处 一切是 你所看到的 每一望 每一件事情 一切万物 其实都在为我们说法的 只是因为你明儿不知道 你看到这个话 话也在跟你说法呀 说什么呢 现在虽然看得很漂亮 总有一天 他会哭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 为什么 无常嘛 所以 你看那个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怎么建立的 他要先到 这个十方一切诸布国土 把好的采纳 把不好的呢 不要 然后呢 把他建立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然后呢 来供养给十方一切的众生 我们应当要学习 看到别人的过失 一片静止 我要没有这样的毛病 有 马上改 今天马上改 不要等到隔天 看到别人的好样子 来学习 作为自己的好样子 作为自己的好样子的榜样来看 这样的写佛才是念佛嘛 如果你个每一天弄得你的眼睛到处去看别人的过失 看别人的缺点 你不是一次是什么 所以啊 昨天给大家讲过 有时候因为我们这样的毛病 我们这样的习气 特别到这个道场里面 到三宝里面去 千万千万不要 去看三宝里面的果实 因为三宝 特别是僧团里面 还有很多都是凡夫的 还没成就 但是他能够献出家乡 已经功德无量 昨天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他的功德有多大 连佛都说无尽的 你怎么能够来毁谤了 但是如果反过来 你恶意的 你故意的 你看到这些三宝的果实 看到这些僧团的果实 看到这些出家人的果实 然后你反过来 你恶意的 去毁谤 去新传 僧团里面的果实 那么经上里面就告诉我们 你这个果实 有多大的严重呢 你这个果实 你这个果实 从严重性来看 你这个果实 超过出百亿佛 出生血 出百亿佛 你称赞一个出家人 虽然他没有 修行很好 你那个功德是无量 但是回头过来 你去毁谤他 故意的去寻传 他的果实 那这个果报 不可思议的 千万不要犯这样的过失 犯这样的过失 要你的命 明白不 我相信大家 从来没有说我的毛病 因为大家对我很爱护 我相信 虽然呢 我们呢 都有自己的毛病 缺点 但是不寻传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 没有吧 有没有 等一下走出去外面 是 那是修法 跟某某人讲 是修法 是这个 不要 不要去说 这个果报真的很严重 出百亿佛生血 有没有过分 一点过分都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 出佛生血 忤逆重罪 这个果报都已经很严重了 今天如果我们恶意的 去寻传 去毁谤 你所看到的这个出家人的过失 那么这个过失严重 刚才讲的 出百亿佛的生血 什么意思呢 什么缘故呢 我来给大家慢慢地讲 虽然 用一个大意来说 起码让我们一个明白这个道理 比如说 出佛生血 佛已经离开我们2500多年了 释迦牟尼佛 现在不在这个世间了 但是 如果把这个佛像 你恶意地 故意地把它破坏了 这个影响力大不大 影响力很大 但是 也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起码我们对佛法 起码这些人对这个佛法 不会失去的信心 不会失去信心 可能大家回头过来 讲你几句话 你怎么能够可以这样呢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出家人的过失 你怎么能够把佛像毁坏呢 可能大家会劝导你 会讲你几句话 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这样是不可以的 但是 但是 如果今天我们恶意地 看到这个出家人的优点 看到这个出家人的过失 你恶意地去心传 生保的过失 甚至于 故意地 恶意地去心传 整个生团的过失 那么 然后呢 会让这个社会大众啊 对这个佛法 失去了信心 换句话说 断众生的毁命 那么这个过失啊 就很严重了 这个叫做 什么呢 出百亿佛生邪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不觉 你的过失 断了众生的毁命啊 断了众生的毁命 等于断了众生 有成佛的机会 将来他成佛 能够度无量 无边众生 让众生离苦得乐 但是因为你的过失 断了众生的毁命 你说 这个过失大不大 恨败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要谨慎 来到道场 没有别的 我是要来学习的 我要来 来修行的 来念佛的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讲 这个过失 都是从这个地方 结来的 就是这个缘故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我们学佛的同修 我们常常讲 什么呢 互持三宝 互持三宝 互持三宝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可以呢 因为自己的人为的破坏 让大家 让大众 对这个佛法 失去的信心 你说 你这个过失大不大 很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留意 要什么呢 要散乎我们的口液 就是这个 所以从今天开始 眼睛记得 这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这样念佛容易清净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反复 反复哪来没有过失的道理呢 哪来没有毛病的道理呢 然后你把这些毛病 放在你这个心上 你说 你是聪明的人吗 你是智慧的人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留意 要特别去留意 因为这个毛病 我们太多 我们每个人都有 是不是 像有人 来问我 他说师父 像我们负责道场的人 像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 这些义工 干部 负责的人 假如道场里面 有这些过失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请问师父 我们该如何处理 请问大家 该如何 说实在的 管理一个道场真的很不容易 一个头 两个大 无论你在这个道场 你怎么做 就算你舍自己的命运 为这个道场去贡献 后面 后面还会有人说你 无论你怎么做 你就很难避免 外面的人对你 有很多人对你不满 真的 管道场不容易 在这个地方 师父很有经验 无论你怎么做 后面都会有人讲讲你的 说你这个 说你那一个 说你不好 说你这个不对 无论你怎么做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有人会做批评的 那无论我们做得不好 怎么办 那不是死路一条了 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来到道场 要多体谅 就算他们负责任有过失 我们要多体谅 不要用我们的眼神 看着他这样 那我们负责任也是一样 来参加这个念佛 也有时候毛病多 喜气多 你也不能用那个眼神 去看人家这样 像师父有一天 在讲经的时候 这对夫妻 师父我们不喜欢 说实在 在讲经当中 这对夫妻 在他的这个大众面前 一直绕来绕去 用眼神 拿着一个棒 一个木板 在那边 让大家都害怕 本来要打瞌睡 不敢打瞌睡 我真的很不喜欢 他顺其自然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说实在 很不容易 这个问题 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常常有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要常常修什么 修六合径 什么叫做六合径 剑和同结 利和同君 异和同月 口和无争 身和同住 下面是什么 剑和同修 六合径 像我们师父上人 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他也常常劝导我们 要发现 每个人 修净土 修净中的同修 念佛的人 我们来发愿 发愿什么 每一天来发现 修六合径 落实在你的生活 落实在你的家庭 落实在这个社会 落实在这个国家 你能够修 各个修六合径 这个国家 会带来平安 带来和谐 这个家庭 你能够落实六合径 这个家庭 会带来幸福美满 这个社团 这个社会 这个团体 能够把六合径 落实在生活 这个六合径 会带来 无量 无边的功德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没有去做 佛法在你的面前 所以师父常常看这些 有家庭的人 为什么天天吵架 什么原因 简单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常常喜欢看对方的过失 看对方的毛病 然后来针对对方的毛病 哪来不吵架的道理呢 真的 吵得好厉害 师父看多了 所以在这一点 师父选择出家是对的 是正确的 所以假如 在负责道场的人 假如 他真的有过失 让这个道场产生的过失 那怎么办呢 就是论事 只对内 不对外 不能宣传 这个道场的过失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维护佛法 纯正的影响 纯正的形象 不要到处 心传 这个道场的过失 那么 这个过失的果报 那真的很严重了 所以师父呢 在这个道场里面呢 管了好多年 有几个道场 师父在管 但是没事啊 让我师父很头大 为什么道场有是非 因为来的人都是反复一个嘛 所以避免不了是非啊 如果哥哥都是圣贤的 来到这个道场 来到这个地方念佛 像西方起的世界 这么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在经上有没有听到 在西方起的世界 观世音菩萨跟大事实菩萨 每天在讲是非 没有啊 你有没有听到阿弥陀佛 天天在讲别人的是非 没有 诸善善人 几位一处啊 什么叫做诸善善人 几位一处 其中一个 六合啊 所以 不要到处心传 就算这个道场有过失 就是论事就好 对内不对外 所以尊敬的 主席同修大的 来到道场 看到别人的毛病 看到别人的过失 不要放在记忆上 是他的事 所以啊 我们的严根啊 不要盯着别人的过失去看 要看一切众生的优点 看一切众生的长处 看一切众生的好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善法的功德 在自己的心目中 落下这些的印象 这个我们值得来学习 因为这个是我们念佛的人 学佛的人一种学习的心态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过去呢 印光大师 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吗 常讲哪句话呢 看一切人 什么呢 只一个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看一切人 皆是阿弥陀佛 使我一人 时事凡夫啊 这一段的开示啊 不是这么简单啊 内容有高度的智慧啊 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印光大师 就是因为看到我们 念佛的人的同修 就是有这么多的毛病 从我们的眼根 造成自己的清净心 造成将来我们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把这个道理 给我们讲明白 给我们说明白 不要去看别人的果实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一句话 把它记住起来 哪一句话呢 大居士啊 不言声过 你要记得这一句话 你要记得 如果你能够把这一句话 落实在生活 你就会避免 你的身口意 去犯这些的果实 像释迦牟尼佛 就算他把衣服脱光了 显出来的是什么像呢 都是马鹰长相啊 什么叫做马鹰长相 马鹰长相 这是一个表法 表法什么呢 就是很庄严 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 都是覆盖一切众生的缺点 不讲别人的缺点 生生世世 在一切处 一切人 一切物 都是宣耀 新传 一切众生的优点 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大家有没有觉悟 这个是一个关键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现在给自己定下来三个功课 我每天要尽心尽力去做 第一个 不听是非 尽量不听 就算有了 不小心讲出来了 我们也赶紧改过 第二是什么 不看是非 不用去看 第三呢 不讲是非 就算别人有过失 我不讲 有过失是他的事 我不管 是不是 就算今天写武法师有过失 你也不用讲 默默的 你可以留言 学习法师 你很多毛病 我要谢定谢地 我告诉你 但是你不用宣传 起码留给我命子 对不对 真的 很多人以前 我妈妈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常 我听到我妈妈讲一句话 人活了在这个世上 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脸 所以有时候 你讲别人的过失 你说 他会不会难受 难受 如果有一天 你的过失被人家看穿了 然后人家来 欣赏你的过失 你会不会痛苦 也是一样会痛苦 所以很多五亮节以来 我们的阴心在主 现在没完没了 就是从这个地方 起来的 不要去看 自己为了自己的面子 别人也是一样 所以 记得 大居士不延伸过 千万不要去讲 三宝的过失 因为这个过失 你一讲了 那很严重 真的 出百亿 佛出身邪了 这个是从眼根来看 我们先看下面 耳根 耳根也是一样 我们喜欢 不要喜欢老听是非 你看耳朵两个 不是给你来听是非的 是不是呢 有一些人甚至于 故意去寻找 哪个地方有是非 哪个地方有是非 我们赶紧去听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毛病 喜欢听你的是非 哎呀 哦这样哦 如何如何哦 这种喜气这种毛病 我们要改 当然啊 是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天天会有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的地方 就有一定有是非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是非啊 作为放在我们的心上 因为我们是念佛的人啊 我们今天念佛 就是要修心尽心的 你怎么能够把别人的是非 天天放在你的心上呢 所以中风果实啊 在这个地方啊 告诉我们 劝导我们 记住 要多听善法 我们要养成这样一种的习惯 是不是呢 中风果实的开始 非常的精彩啊 比如说 很多人 一旦叫他听经 一听经了 进入这个念佛堂了 结果怎么样 打个碎 师父刚刚念了 南无本事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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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神就来了 眼睛就亮亮的 真的 像有人说啊 他说师父啊 我每次 哎呀 听经哦 我不行耶 师父 每次听经 就打个碎了 好像我的业障很深重 请问大家 真的你的业障深重吗 不是啊 其实不是你的业障深重啊 是你没有那个心啊 你没有把这个事实的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啊 我们这一生当中 要了生死的啊 我们要成佛的啊 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能够打个碎吗 这不可能的啊 但是假如啊 如果法师在讲经的时候 马上插几句话 插那些几句是非 我相信 你的耳锅 你的耳根 马上就捡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讲经的法师 喜欢讲故事 为什么 因为人喜欢听故事啊 一听故事啊 眼睛都很亮 一听讲经了 比如说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我像 听什么 讲什么 听不懂 这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啊 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 可以说明 我们以往的习惯 都是这样习惯培养出来的 我们的六根 就是因为这样啊 被我们习惯坏 真的啊 习惯啊 让他去造这些的耳约 我们的六根就是这样啊 被你们培养出来的 一种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那避免不了 你的六根 就会去造耳约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该如何呢 要把它转过来 要培养 他们去修功德 要指挥他们 是修一切善 这个是一个简单 给大家说明 那么下面的这些 彼此生意 我们就不再细讲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举一而翻 举一反三 如此去修 学这个过失 才会慢慢的减少 我们的毛病才会减少 不然的话呢 经过我们的六根 会不断的去造业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作为同修大德 要记得 六根本来没有坏处的 是你自己不善的念头 去把它引出来 去造而业 能够怪谁呢 只能怪自己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始色 身相未处罚 知浮沉 及时清净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六成 六根接触六成 结果呢 因为我们迷了 不善的念头 在这个六成当中 你就开始造了二页了 那么我们先来给大家讲讲 这个浮沉这两个字 浮沉啊 是指外面这些有违的现象 浮沉 有违的现象 你所看得到的 比如说这些花呀 种种一切的万物 以前啊 会给我们带来这些的污染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念佛了 现在我们已经学佛了 我们应当要该如何去做呢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它慢慢的 把它转变过来 可以转变一种什么呢 一种修功德的机缘 就是这个道理 把它转变来 以前我们六根接触六成 去造二页 现在我们把这个六根接触六成 来让我们修功德 把这些的以前所造的二页 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 如果你能够这样修 慢慢的去转变 中风果实下面就告诉我们 即使清净 就是说当下你整个身心啊 你的修为 你的德行 你的原意 你的念头 当下都不一样了 感受也不同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善言也好 恶言也罢 你所得到的 遇到的这些的境界 所显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清净心啊 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啊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的力量啊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啊 所以中风果实 用一个很短 很短的 告诉我们 使舍身向未出法 之浮沉 即使清净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 我们有没有吗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这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中风果实的讲 又极乐求生 全品发愿 养老法众 异口同音 经为亡灵 自心忏悔 发愿 这一段开示啊 也是最后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十年里面 简单为大家的说明 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 特别提示给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想求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要靠什么样的力量呢 今天不仅仅这些亡灵哦 一切众生 不仅仅是我们 这些菩萨 这些 有修行的人 今天你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靠什么样的力量呢 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 什么呢 全品发愿 你要靠这个愿 而且这个愿啊 你要从你的全心 投入了 你要投入 这个发这个愿 你没有全心投入 这个愿啊 发不出来 这个全心投入叫做什么 就是你的菩提心啊 你要真信 窃愿去发愿 那么这个法事当中 才能够感动了 才能够感动了 鬼神一被感动了 这些鬼神就会得到利益 不仅仅这些鬼神 整个神灵 整个这个法会当中 包括我们 在这个法会当中 都会得到利益了 那么请问师父 我们要发什么愿呢 中文果实讲啊 全品发愿啊 要发什么愿呢 明天再跟大家来讲 今天啊 简单给大家 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祝大家六四吉祥 度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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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